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戊臣甲子戊几位 这个八字 这个提问者他就说 有人说他的八字克夫 然后又不立母 还说克夫 这个八字真的有到这么差吗 基本上他 被他讲的好像说六亲都无缘 也就是说什么都不行这样子 其实在八字里面 各位你要先记得一件事 真的有到这么差吗 简单的讲 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人有八字吗 他的爸爸没八字 他的妈妈没八字 他的老公会没有八字吗 他们都有各自的八字 八字影响自己的最深 跟其他人影响的就是一个关系而已 你要哪有说你的八字会影响别人的生死 别人的八字 就不算八字了 只有他的才算 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爸爸的八字会影响到你的成就 你的八字就很烂 就完全不用重视 不可能 每个人的八字都是怎样 很重要的 因为那是他的自身的东西 他就是影响到他自身的东西 别人我说过他所影响的是什么 相处的一种情况 所以不要 每次批命 这种事把这一些东西囊囊上口 你就看看 你这样在讲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怎样 有一天你碰到真的一个大师 这样子讲你的时候 你就看看你的心情是怎样 甚至 都还会骂你 学那什么烂八字 到处只会恐吓别人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的出现甲截 在这一个运城里面 故土生辛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食伤很强 在地支 武卫河 这时候出现 城土克止水 但是因为大运 城有河 各位 所以他的止水变得很好 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到 天干 商官强 地支 财运强 所以在这一种运势里面 他比较容易会走向 我们的从商的这一块 业务这一块 所以他本身 他做的就是什么 他本身做的就是电商 他从他电商的销售 来说 你可以说他跟 父母不好吗 不会啊 为什么 财运代表的是怎样 他的爸爸 所以他就说 人家都说我会克服 克克 不利于 那个父亲 可是我父亲身体一直很好 当然 本来就不会了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都会这样子 很多很多人都会 这一种的运势 来说 他八字里面没有印 没有印 没有印 不代表什么 没有印就表示 跟母亲的一个状况 就是平平无稳的嘛 不好不坏 对不对 那官呢 各位 他八字无官 那以什么代替官 以财嘛 那以财的话就表示说 他会主动一点 他会主动去追求他所喜欢的 只要有止水在 他的官 出现的时候 就很有机会 就可以结婚 那结婚了 是不是隔年又不见了 不见了以后 请问他会不会克吗 就不会嘛 他就是一种平伟之相 所以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任寅年 对不对 水生木 不错啊 魁卯年 水生木也很好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很多东西 你不能够 没有就跟人家说 你缺什么 你跟什么无缘 你有什么克什么 时常都这样子在乱讲一通 像这一种的情况下 当事人 因为很多人 其实他根本都不懂八字的 你这样子一讲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了他的一种心理压力 他会有心理疙瘩 他的八字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八字 但是却被讲成这样 六亲无缘一样 你总是再来讲说 妈跟兄弟姐妹不好吧 虽然这样子全部都讲一讲 但是不是这样在批八字 我们要知道的是他的一个状况 你要不要解 他的状况 所以这个八字他有很差吗 没有 那你在看 他到下一柱 一样很不错啊 一样很不错啊 没有很差啊 对不对 所以 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要记得一件事 这个八字里面 其实呢 我们假如以财来讲的话 以财来讲 这一边只要走个火 走个火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是土来克水 土来克水 所以 其实应该是要这样讲 说说 因为火是他的应运 所以他假如时常听母亲的 他就会导致怎样 破产 所以说在母亲来讲 不是他的一个 怎样 商场上的一个建议 了不了解 不是他商场上的一个建议 因为他用火的话 他地质用火会很容易破产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跟他讲要注意的点 不是说你克母 母亲对你不利 哪里不利嘛 你要跟他讲嘛 哪有说母亲什么都不好的 而是说 你母亲来讲的话 要特别注意 他只要跟你讲到 一些生意上的东西 他建议你怎么做 他只要开始 嘀嘀咕嚕的 在克你的食伤的时候 在那边碎碎念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贺财了 就这样子而已 这就是一种批论的一种角度 不是 缺了也说克 什么都不明事理 就在那边克克克克克 要不要吓死人家而已 批八字 不是用这一种方式 我说过了 在命理事的角度 本来克人他就是一个弱势 当你在这样子 在去恐吓他的时候 只会让这个客人更是怎样 惊恐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有问题 才来找你的 结果你不但不帮他解决问题 你还拼命的在那边打压他 所以很多命理师 根本就不是命理师 恐怖分子 很多命理师根本就恐怖分子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命理师 他到最后 因为他每次来 就是这样在恐吓人家的时候 请问他的学术可以用吗 他不会 他的八字只是恐吓学而已 所以等到 轮到命理师自己低潮的时候 他冰拜如山倒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 他本来八字就不是用来分析人生的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什么时候坏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有很多命理师 他自己也躲不过衰运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衰运 他的八字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 而这个赚钱的工具 还不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工具 见一个客人来就杀一个 就只是纯粹的 我要从你身上拿钱 恐吓你 这样子而已 但是实际上对八字的一个认识 是非常非常的粗浅 你知道吗 有太多太多这一种人 所以 学了八字 反而他并不会 因为学了八字以后 他更懂的人生 他学了八字以后 他反而只成了是一个恐怖分子 从他嘴里讲出来 哇靠,吓都吓死人了 为什么 各位 因为他把八字当做是什么 赚钱的工具 并不是说 把八字当做是一种 真正能够分析 这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运程 然后个人的优缺点是什么 给他相关的一个建议 很多很多 都是只为了要赚钱而已 所以说各位 这样子就会产生这一种 吓死人的一个批论 所以你下一次再听到这一种 你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希望的 这一种情况 劝你能够散就散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八字都有优缺点 没有人的八字是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但是也是没有人的八字是只有缺点 没有优点 都是有优缺点的 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 所以各位 我们要如何去发扬我们自己八字的优点 让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避免缺点 然后一次性的下跌 这个就是分析八字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绝对不是像这一种克来克去 克克克克克 对不对 每个人看到他 这个简直是毒药 每个人碰到他就毒死了 当然不是 所以各位不要犯这种错误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